日本投降后,同盟国决定对发动侵略战争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举行公开的国际审判。 按照国际条约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应该审判侵略元凶的哪些罪行,哪些战犯应该首先受到审判。 中国对首批28名甲级战犯名单的确定有哪些贡献? 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领导责任的日本天皇羽人被免于起诉和审判,这当中又有什么内幕呢? 东京审判大揭秘系列节目,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骏之子,上海交通大学向龙万教授为您讲述第三集,确定罪行,锁定战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观看法律讲堂节目,上一讲我们说到国际法庭的组成,以及确定审理日本战犯罪行的时间, 那么应当审判哪些罪行,哪些战犯应当首先接受审判,我们先解读东京审判对被告起诉的哪些罪行。 法庭首先回顾了二战以前已经签署的相关国际条约,作为定罪的法律依据。 在维护和平反对战争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国际联盟盟约和巴黎非战公约以外,还有第一海牙公约、凡尔赛合约、华盛顿九国公约等条约。 以上这些国际条约,日本都是签字国。 参照国际条约,并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东京审判以三项罪名起诉战争罪犯。 第一,反和平罪。 第二,普通战争罪。 第三,反人道罪,也经常称为危害人类罪。 那么,什么是普通战争罪? 就是指违反战争法规或者战争惯例的犯罪行为,包括杀害平民、强奸妇女、焚烧掠夺公司财产、虐待杀害俘虏、使用非法武器等等。 从法理上看,普通战争罪应当包括反人道罪。 为什么还要设立反人道罪呢? 因为普通战争罪仅限于敌对双方在战争期间的行动,并不能包括一切反人道的行为,尤其是不能包括大规模的反人道行为。 例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达到六百万人之多。 不仅包括波兰、匈牙利、苏联这些德国以外的犹太人,也包括德国国内的犹太人。 这是普通战争罪所无法涵盖的。 那么什么是反和平罪呢?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 反和平罪指策划、准备、发动或者执行一场经宣战或不经宣战的侵略战争, 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或者保证之战争。 或者参与为实现上述任何行为之间计划或者共同谋意。 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罪状。 其对象是对制定侵略政策和实施侵略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人, 也就是A级战犯或者说甲级战犯。 根据这三项罪名,特别是反和平罪, 东京审判的起诉对象必须是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 那么罪名确定以后,哪些日本甲级战犯应当接受审判呢? 早在1943年7月,通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 盟军胜利在望,为了日后清算日本的罪行, 当时中国已经组织了敌军罪行调查委员会。 任务之一就是确定日本的战争罪犯的名单。 1944年4月25号,中国驻英大使顾维军在同盟国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设立远东及太平洋小委员会。 11月29号,小委员会在重庆成立,他的基本任务就是搜集证据和提供日本战犯的名单。 但是,从酝酿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时候开始,始终有人质疑,为什么追究个人责任? 直到开庭以后,辩方还以此为发难。 1946年5月14号,也就是上一讲说的乔治三纲执意启示时间的同一天, 被告梅金美智郎和东腔茂德的美籍律师布莱克尼做了长篇发言。 他引经据点,发表了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战争不是犯罪。 第二个观点,战争是国家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 国际法庭用于国家,因而排除对个人的适用。 这些质疑显然是站不住脚。 国家当然应该对侵略战争负责。 但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通过许多个人实施的。 同一天,澳大利亚检察官曼斯菲尔德和英国检察官科米斯卡尔, 代表检方进行反驳。 他们也引用国际法的权威学者赖特和斯托尔的论断, 驳斥了布莱克尼的言论。 从日本侵华战争来看,从918事变开始, 板元曾四郎、土飞元贤二这些人, 他们的作用非常突出, 不仅不是被动的服从, 而往往是先斩后奏下克上造成继承事实。 1945年秋冬,盟军总部分四次逮捕了118名甲级战争嫌犯以后, 国际检察局深入挖掘和整理了日本政府的档案和各盟国的相关文件。 到1946年开春,对所有在押的嫌犯, 他们的历史、地位和罪行已经摸出了初步的轮廓。 经过近南检察长和各国检察官协商, 最终确定28名甲级战争嫌犯作为第一批的被告名单。 这个28名被告当中,包括有四名前首相、四名前陆军大臣、 六名陆军高官、三名海军高官、五名外交官、三名财政大臣、 两名军国主义理论的煽动者和一名天皇纵臣。 他们都是野心勃勃、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侵略分子。 在日本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以及宣传各方面罪恶活动当中, 他们起着突出的作用。 确定了首批28名甲级战犯名单, 鸿蒙国检察官团队在搜集罪证、准备控告材料等方面的工作 就更有针对性了。 中国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伤害最深、损失最大。 在确定首批28名甲级战犯名单的过程中, 中国做了哪些努力和贡献? 在确定起诉对象的时候, 关于日本天皇玉人有没有罪、 该不该受审的问题, 引起了广泛争议。 那么,玉人天皇在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 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他究竟该不该受到审判呢? 东京审判大揭秘系列节目, 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向哲骏之词, 上海交通大学向龙万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第三集, 确定罪行, 锁定战犯。 中国为这28名战犯名单的确定,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提出的第一批战犯一共18名。 1945年10月, 蒋介石首输这18人的名单, 并按他心中的次序, 又圈点了前面12名。 中国外交部在向盟军总部提交战犯名单当中, 附加了如下一件。 我国提列日本主要战犯12名, 除国际法庭决定加以审判者外, 其余应悉数解帝归国审讯。 也就是说, 这12名战犯中, 即使有人不属于东京审判的被告, 中国也要对他们进行审判。 在这张名单中, 被列入东京审判被告的 由土飞员贤二、 乔本姓五郎、 板员征四郎、 东条英姬和田俊六等5名。 另外7名由于不同的原因, 没有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定的审判。 其中第二号战犯本庄凡, 是关东军司令, 直接指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罪不容赦。 但是呢, 他在1945年10月20号自杀了, 逃脱了审判。 3号战犯古寿夫, 是南京大屠杀的齐先锋。 10号战犯九井龙, 是制造济南惨案的元凶, 攻占香港以后, 又放纵日军, 烧杀奸掠。 不过这两名刽子手, 都够不上甲级战犯。 他们被押送到南京 乙丙级战犯军事法庭, 接受审判, 并被判死刑。 接受了可耻的一生。 6号战犯, 击鼓连届。 曾任关东军参谋长, 香港占领地总督, 台湾行政司长等职, 他也在南京受审, 被判无期徒刑。 不久, 中国外交部又递交了 第二批战犯名单, 一共21名, 其中有10名 被列入东京审判的被告。 从这两批名单可见, 东京审判的28名被告中, 由中国直接提名者 达到15名, 占53.6%。 在余下的13名被告中, 也有多名涉及 清华战争的罪行。 和日本清华密切相关的 有20人以上, 超过71%。 这里还要指出, 日本投降的时候, 土飞员贤二 已经在日本国内了, 由于他的主要罪行 是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 并不张扬, 所以开始没有列入被告之列, 正是由于中国检察官的力争, 才把这个在中国 罪恶累累的特务头子 绳之于法。 1948年, 向哲俊曾经对 亚洲世纪杂志的记者 谈到确定被告的过程。 他说, 如果要把某人列入被告, 这就需要十一国同意。 举一个例说, 土飞员这个清华元凶 最初就没有被列入 预备起诉的甲级战犯。 我认为土飞员 是非受审不可的, 为了这事, 曾花了极大的气力, 收集了很多证据, 终于把他列入了被告了。 在确定起诉对象的过程当中, 应不应该把日本天皇 名列其中? 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议。 争议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 天皇有没有罪? 第二个问题, 如果天皇有罪, 他该不该受审呢? 天皇有没有罪?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 有一种看法, 认为日本天皇 只是一个象征, 便没有实权, 不应该作为战犯起诉。 麦卡瑟就是持有这种观点的。 日本签署投降书之后, 不到一个月, 1945年9月27号, 御人求见麦卡瑟, 并且进行密谈。 1946年1月25号, 也就是颁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定宪章以后六天, 麦卡瑟在给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的信当中说, 过去十年间, 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证据表明, 天皇在不同场合中的行为, 与日本帝国政治诸决策有关。 实际上, 天皇与政治决策无关的观点,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根据1889年颁布的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章, 有17条, 开宗明义就确定了日本天皇的地位, 天皇为国家元首, 总览统治权, 天皇统帅陆海军, 天皇宣战构合及地阶各项条约, 再从战争的实际进程来看, 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预前会议上, 经过天皇批准才能实施, 所以天皇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 比如说, 1932年12月1号, 御人授权侵略满洲, 成立并且承认满洲国。 1936年11月25号, 批准缔结日德义三国秘密协定。 1938年4月1号, 颁行国家总动员法。 1941年12月8号, 对英美宣战诏书, 等等。 文件最后从三个方面认为, 御人应负侵略战争的责任, 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也强烈要求审判日本天皇, 追究其战争罪责。 梅鲁法官到东京以后不久, 在1946年4月8号的日记当中, 表达了他个人的想法。 他说, 就纯法律官员来说, 我实在看不出, 天皇对日本侵略战争何以没有责任。 这个问题在法官们的私人讲话间, 铁刺讨论过, 大多数与我持同样的观点。 从御人天皇在侵略战争中的表现看, 他的罪行昭然若结。 中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强烈要求审判日本天皇, 但这一主张为什么遭到美国的反对? 盟军最高统帅迈克阿瑟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秘密报告, 表达了哪些有利于日本天皇的意见。 御人天皇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崇拜的国家元首, 他最终逃脱审判, 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后患? 东京审判大揭秘系列节目, 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向哲骏之词, 上海交通大学向龙万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第三集, 确定罪行,锁定战犯。 论证天皇是否有罪并不复杂。 更大的问题是, 即使天皇有罪, 该不该审判? 其实,美国政府早今决定不审天皇。 就在麦克瑟致埃森豪卫的那封信中, 他还指出, 如果要对天皇加以审判, 占领计划必须做大的改变。 如果告发天皇, 必然在日本国民间引起大骚乱, 其影响怎么高估都不会过分。 显然, 美国政府采纳了麦克瑟的意见。 1968年, 向哲俊在一篇 《关于东京审判的回忆纲要》中提到, 1946年2月和3月, 我曾两次向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济南建议, 对日本天皇进行侦查, 准备起诉。 济南对日本天皇应付侵略战争的责任, 同意我的看法, 但坚决不同意对御人进行审判。 其主要理由是, 如果审判天皇, 在日本人民中一定引起纷扰, 引起反抗, 因而对盟军统治日本必定发生很大的困扰。 不少学者认为, 美国放过日本天皇还出于冷战的考虑。 1991年, 日本出版了《昭和天皇独白录四旗英城御用卦日记》, 《御用卦》是记录天皇言论的大臣。 这份陈丰数十年的文献被四旗英城的女儿发现, 经过专家整理以后问世。 中国学者程兆齐研究了这本《独白录》以后, 在《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一书当中, 有力地证明了两点。 一,是美国认为御人天皇没有战争责任是一个误判。 二,是不追究天皇责任导致对日本整个战争责任认定的缺陷。 作为日本帝国的元首, 军国主义者崇拜的象征, 御人逃脱东京审判确实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比伏慈禧, 为日本战犯翻案的舆论和行动至今不绝。 甚至将东条阴机等背叛死刑的战犯骨灰放入经过神社, 供人祭拜, 都和天皇没有受到审判有密切的关系。 对比纽伦堡审判以后的德国, 希特勒的法西斯纳特思想早已成为过街老鼠, 在柏林还有谴责屠杀犹太人的纪念馆, 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首批28名假机战身嫌犯最终选定为被告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由检察官撰写起诉书。 根据英美法, 检方的起诉书呈递给法院, 并为法院接受以后案件裁算成立, 法庭相应的审讯程序才能开始。 因此, 起诉书就相当于一场战争中对敌人发出的习文。 梅鲁奥法官晚年撰写的专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中, 概括了检察官团队撰写起诉书前准备工作的六个项目或者步骤。 一, 贞讯犯人, 录取口供。 二, 从浩如烟海的日本政府档案中, 搜集可以作证的文件。 三, 实地采访调查, 录取证人的书面证言以及约定证人出庭, 口头作证。 四, 联系各盟国政府以及有关机关, 收集证据文件。 五, 决定首先受审的被告人选。 六, 你起诉书及其附件。 美法官还特别指出, 以上各项工作, 无疑的都是相当艰巨的。 中国检察官和各国同仁在进行上述准备工作的时候, 遇到了两个重大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缺乏证据。 起诉书中列举战犯的罪状必须基于详实的证据。 由于法庭组团匆匆, 各国检察官还来不及搜集和携带充分的证据。 梅如傲是1946年3月20号到达东京的。 他很快发现向浙郡的窘境。 他在4月8号的日记当中写说, 明师兄这几天很感痛苦, 因为中国所能提出的战犯证据实在太少。 而论理说来, 日本侵华战争至少有15年之久, 我们可以提出的证据应该是最多。 第二个障碍,时间匆促。 盟军总部决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于1946年5月3号开庭, 那天是星期五。 为了让庭长和法官们提前知晓起诉书的内容, 盟军总部要求国际检察局 必须在4月29号, 也就是同一周的星期一, 向法庭正式递交起诉书。 留给检察官的时间还不到三个月。 日本侵华时间最长, 中国检察官收集证据的担子也最重, 困难也就是最大。 一方面,战争环境十分艰难, 中国老百姓既缺乏收集证据的条件, 也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 另外一方面, 日本政府和军部在战时实施了极为严厉的舆论封锁的措施。 除了从严控制新闻报道以外, 明令军官和士兵一律不准在通信或者回日本谈话中透露任何日军战场失利或者暴行的事实, 一旦泄密军队处置。 在日本投降的前后, 日军大本营更是三令五声销毁文党。 这就是取证难上加难, 面对重重的困难。 中国检察官和国际检察局的同仁, 他们是怎样努力通过多方渠道尽快搜集证据, 又是如何撰写起诉书战斗习文。 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感谢观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1946年开春, 在济南向哲郡等检察官的努力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确定了日本甲级战犯的名单, 向哲郡等人是如何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收集大量证据, 完成撰写起诉书的《艰难取证智慧周旋》, 下期播出。